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本来在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得如火如土 好不容易成立了第一回合的谈判协议之后 忽然横天而出来了一个新冠病毒 整个阵脚大乱 贸易战还没打完 第二个战场又开辟了 而这个战场居然不是中美之间 而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首先特朗普他并不认为这个跟美国有多大关系 因为事发最先发病的地方是在中国武汉 因此特朗普幸灾乐祸的认为这是中国的事 不关 不会牵手到美国去 所以当初的时候他淡定一对 甚至于幸灾乐祸 但是悬不种的 马上这个病毒就登陆了美国 从美国爆发出来了 这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美国制度的松散 不像中国大陆的严谨跟效率 所以呢他几乎是没有办法阻挡 很快的他就超越 取得了他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 这个并发案例的高位 甚至于超越了意大利 现在到目前今天为止 他的确诊力已经有50多万 死亡了超出了2万人以上 这个速度是很惊人的 所以特朗普在这个时候 他该怎么办 这里有几个选择 什么选择呢 就是说中美合作 共同抗拒这个病毒 第二个选择出卖中国 出卖全世界 就为他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的立场 来处理这一件事情 那显然还有一个第三个 就是说他就只处理自己的事情 不要管其他国家 甚至于不要管到中国大陆这边过来 这三个选择 在博弈的理论里面 有这么一个学说 一个说法 叫做囚徒的困境 所谓囚徒的困境 就是说 当一个人他的利益 跟他的群体的利益 有的时候相冲突 有的时候是利益相结合 有的时候是他自己的 雇了自己的利益 但会伤害到群体的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如果他选择群体利益 他个人也许会有所伤害 他的利益不会那么大 可是如果他出卖了他的群体 他的利益会最大 可是有的时候这个最大又会变成最坏 所以这三个选择叫做囚徒的困境 今天特朗普就是陷入这个困境之下 如果他跟中国大陆合作 跟全世界合作的话 我们一定可以有效来对抗这个病毒 重点是在于当这个病毒 如果这样子合作对抗之下 而缓解而疏解 可是对他川普本身呢 有一些在本国之内的政治上的利益会受损 这句话怎么讲 因为这样子的时候 第一 他的政敌民主党会拿来攻击他 你当初就是防疫不利 所以呢 你最后造成美国那么大的伤害 生命财产损失那么大 这是他的政敌会提出攻击 他也没有办法输到他自己的英雄形象 他本来就是要形塑成这个病毒是一个战争一样 他是一个战时总统 要知道战时总统光是这么一个虚拟的境界 就可以让他凝聚很多选票 这个在我们可以看很多他最近的这个民调里头 已经慢慢提升到47%48% 就可以发现到的的确确 因为病毒的横行 那美国人民希望由他来领导 他把美国带出这么困境出来 所以他的民调会上升起来 这全世界皆然 当年911反恐的时候 小布希还不是因为要反恐 所以他的民调抖升到90%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群众心理 所以川普他说 如果我跟全世界合作的时候 他这个战时总统的形象就破灭了 所以这个终止全体群体有利益 可是他个人呢 他得不到利益 那如果他来背叛这些群体 他唯我独尊 自己一个人美国优先 也不跟中国大陆合作 也不跟全世界合作 甚至于去拦截其他国家 所需要的这个抗疫物资的时候 这样子呢 他个人的形象会突出 会凸显出来在美国 可是呢 跟全世界的合作 跟这个病毒的消逆跟防治呢 是有负面影响的 这个对他来讲 个人是有点好处 对群体来讲是没有好处 所以大家面临这么一个天人交战 该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 所有的很多有志诗志 就包括以前的这个澳洲的这个 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 还有呢 老布希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 特别顾问 特别助理 这个包道格 还有前这个国务卿 布莱德 前国防部 前国防部长 哈克尔 他们都主张应该跟中国合作 跟中国合作的话呢 大家共同来抗疫 互犯这个讯息 然后互相来检讨 提供资讯数据等等 来共同对抗这个 四季的对人类的危害 可是川普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不出来 他有这个趋势 为什么看不出来有这个趋势 我们首先看到他对这个 世卫组织秘书长 谭德塞的攻击 我们就可以发现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让我们感觉到他显然没有这个打算 我们所知道的 就以最近台湾这个脸书上 有这么一道消息出来 美国打算跟台湾来洽谈一笔 一兆两千亿台币的军购 而且我们也得到讯息 驻台这个美国驻台办事处的那个主任 叫莫建 他跟台湾的几个小小的邦交国呢 来往非常密切 换句话说他们在运作 透过台湾来援助这些邦交国啦 或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国家呢 给他们一些防疫的物资啊 口罩啊防护衣啊等等 然后允许他们能够来支持 美国的这个对台政策 所以从这种种来迹象来看 他要利用这一次这个 这个病毒的机会呢 好好来操弄台湾 让台湾作为他对抗中国的马前竹 这个迹象非常的明显 那要你台湾来对抗中国的马前竹 台湾有没有落入这个圈套呢 显然的我们也发现到 蔡英文现在是落入这个圈套 这句话怎么讲 本来在这个病毒来临的时候 全大家全体上下同心协力 来对抗病毒的 而台湾居然是口水战 多于这个抗病的这个政策 这句话怎么说呢 因为台湾到现在为止 发动了很多的网军网民来攻击 这个世卫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 那谭德赛他本身来抗议都已经非常累了 非常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的 本机夜鬼完全没有精神来 来跟你打这个口水战 而台湾的攻击呢不遗余力 以至于他前一阵子 在正式发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花了好很长的时间来对台湾发出抱怨 认为台湾对他的种族歧视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很不应该的 那么台湾的我们现在台湾的舆论 目前的整个一面倒的舆论上 都是谭这个谭德赛 这一贯这个新冠病毒造成的危害 当然也会提起不是不会提起 可是如何防范能够有效防范 全世界各地的疫情如何 对我们的经济影响是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的经济应该做如何的补救 完全不提起 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太少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台湾被美国利用 台湾被利用 但是台湾人民没有被利用 只是蔡英文被利用 那蔡英文是需要川普 川普也需要蔡英文 他们就彼此有一个共同的利益的结合点 以至于他们就两边火力全开 对准的世贸秘书长 谭德赛做出这个非常不合理的这个攻击 要知道谭德赛也是那么多国家的大家代表所选出来的 他并不是美国所指派出来的 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再提起一下 因为特朗普没有办法来指使世贸组织 因为他的做法也已经判到 他的说法也不合情理 所以世贸组织说也发表了声明 真正发表声明 这个病毒不应该用中国或者武汉为命名 这一点令特朗普非常的感冒 他觉得这一点显然没有办法接受到控制 所以他就考虑要援助世贸组织的这个经费 要打算要考虑要停发 就在这个同时英国发表了一个声明 声明什么 他要援助世贸组织两亿英镑 两亿英镑 多钱多不多少不少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在这个时候 大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觉得世贸组织是那么的重要 他经费我们不能让他短缺 因为这是面对全人类共同敌人新冠病毒作战的时候 我们不能让他经费拮 在英国本来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这个时候他都发出这一个声明出来 做出这一个举动出来 显然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川普的动作跟全世界各国的动作是相违背的 他所考虑的是他自己个人的立场 不是群体的利益 这就是说囚徒的困境 他今天好像一个受困的囚徒 要顾及全体利益呢 或者顾及个人利益 在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 我看目前的状况 好像他只会顾及他自己的利益而已 以上就是我的说明 特朗普已经陷入了囚徒的困境 我看他是打算让这个鱼死网破做最坏的打算 谢谢大家